各位觀眾早安 歡迎收看星期二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今早是楊國仲和大家講天氣 我們今天繼續受著一些東北季後風的影響 普遍都是吹著一些偏東風 今早天氣仍然都是有些涼的 7點多鐘的時候 各區的氣溫普遍都是介乎16至18度 如果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見得到 其實在我們這個區域 甚至是南海的北部都是比較多雲 而且在雷達圖像那裏也都見得到 今早在我們這個區域 持續都是有些躁雨的發展 所以我們預計今天的天氣情況都會比較多雲 而且會有幾陣的躁雨 要留意今天稍後的時間 局部地區有機會有些雷暴的發展 今天的最高氣溫大約會有21度 風勢方面會吹著和換至清淨的偏東風 長遠一點我們預計 明天初時時仍然都有些雷雨影響我們 不過隨著季後風的緩和 明天假後的時間和星期四 華南漁岸地區的雲塵 將會逐漸變得比較薄一些和鬆散一些 屆時我們會見到更多的陽光 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這樣 我們預計明天初時仍然都有機會有些雷雨 不過明天假後的時間和星期四 隨著季後風的緩和我們會見到更多的陽光 而且星期四日間會相當溫暖 最高的氣溫會有26度 不過要留意到這個星期的後期 甚至下個星期初期 會有另外一股東北季後風 就會影響我們 屆時我們的天氣又會再次凌晾 好像到星期六、星期日的時候 最低氣溫又只剩下15度左右 在這些天氣變化這麼大的日子 大家要多多保重身體 好了這支天氣報告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